老實說 你說阿榮是做大事的 給黑衣就不要給五塊 像我這樣 給黑衣 拿個盆子出來 拿個盆子出來 你要這樣給別人 你裡面抽多少錢? 給他了 你做大事 我當然不是 我說林鄭 你不要給五塊水 現在叫雞領也不能想 下星期是中秋節 經歷了我一番推銷之後 其實我現在可以拿出來買月餅 應該是三兩十盒 沒有什麼壓力 其實我也是預示到這樣的現象 為什麼我要這麼大力去推銷呢? 因為我很不習慣 很不習慣 即是下星期是中秋我還有月餅 過去我記錄 就是未到中秋三個星期 一個月前或三個星期前已經沒有了 我這隻貓山王月餅 其實翻桌 我不要說買一盒兩盒的朋友 一次過 朋友真的多到 一個人都說沒辦法 一回公司想著 放一盒在公司吃 怎麼會秒殺 然後本來想著不吃就吃 想著吃一粒就吃兩粒三粒 變成每個人都搶著吃 因為這隻月餅的而測是好吃 有心買的朋友 今晚上來了 現在好 或者明天早上來碰碰運氣 就算明天下午 一定沒有不吃 始終是門口生意 OK 我相信可以買得到 好了 講講我們中秋節的節目安排 下星期二是中秋正日 我沒有跟同事商量 但是正日我們是否會做節目呢 應該也不做 因為我想可能阿Lick 他們也有做節目 去年也沒有做 正日也沒有做 但是每天 中秋每天就是假期 即是我們連續兩天 都是沒有節目的了 OK 那你說會不會有些特別節目 什麼最正分析 之類的就是豪華 OK 中秋那天我是會開檔的 放心 你們要拿盤賽 那些朋友都可以中秋那天才上來 不過我通常都會跟朋友說 你最好之前一天下 怕你解決不切凍 OK 那天的營業時間 即是中秋節那天 就應該是做到晚上六點 那我也要回家吃飯 OK 那就是 星期三那天 我開不開呢 我想我不開了 到時候我下星期一先說 我先想 就是這樣 因為我很多時候 不開都會回來 以後都會必要開 是的 但是我回來又不開門 尤其是我很壞 回來在外面做事 看著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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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人會說 是不是想你買東西 我去理會 這麼壞 我去找東西 收拾東西 那星期一先想想 星期三會不會開